第七个卦 困卦 困卦的第一层道理 根源意 孔子说 困得之遍也 意思是灾难忧患贤主的困顿 可以分辨人的贞结德行 第47卦 折水困卦 没有外患 不足以分辨一个人的操守 没有灾难 不足以磨练一个人的品性 因此 忧患是成德的根本 贤主是验收能力的时机 困卦 可以试验人的贞结 明辨行为的邪正 也就是疾风之净草 国乱是忠臣的道理 所以说困卦可以分辨人的德性 困卦大象识讲 君子以致命遂志 致命的人能明白本来承受上天的 还是要听从上天的指示 而没有练习 处在危难是这样的存心 处在安详也是这样的态度 不因为厚害而气馁 不因为危险而逃避 因此 致命就是自生死以度外 不因为外来的灾害而动摇本心 碎智的人 志向从内心发出来 天心没有两种志向 出发心是这样 最终也是这样 不因为物欲而动摇本心 不因为厉害而改变操守 因此 碎智就是始终不变 所以 致命的人可以保命 碎智的人不会伤害志向 这是祸中求福 为中求安的道理 困卦第二层道理 实见义 孔子说 困穷而通 意识是面临困境 抱持阳刚宗壮 祷告神明 必然得到亨通 宗主符佑帝君说的 君子致命遂志 利用祭祀 可以得到神明的诱惑 处困的方法 一定要靠贞德才能亨通 处在困境 一定要靠刚宗致辞 才能脱离灾害 君子从困穷到亨通 就是因为心里没有困穷与亨通的分别 这就是佛家所说 色不亦空 苦乐不恶的道理 没有苦乐的情感分别 自然就没有困顿与亨通的境界分别 于是困顿就是亨通 亨通就是困顿 虽然误我互相纠缠 而情感心智已经没有执着分别了 苦乐与生死 君子看作是一件事 得失不存在心中 厉害不干扰自己 哪有什么困境 哪有什么不困 哪有什么亨通 又哪里不是亨通 所以君子只有 自治其命 自遂其治 自我正性立命 完成自愿 不必问外在环境是困主还是亨通 才能在困境当中获得亨通的道 而亨通与困顿一体同化了 这就是庄子讲的奇悟论 佛家讲的空观 儒家就兼备出世法与世间法 兼备行上与行下 而有圣与反的分别而已 圣人往往借着困境来作为尽得修业乐道的基础 因为不困就不能自我脆力德性 不困就不能涂抹震霸的勇气与智慧 越困越要勉力混发 越穷越要坚定 因此道德与事业 反而因为困境而日新又新 因为穷途末路而更加强大 就像圆回住在落下 不认为忧愁还很快乐 圆师吃糟糠的食物 不认为痛苦反而感觉安乐 这一种处在困境的恒通与一般人是大不相同的 自我中气充足 任何凶恶都不能干扰 自家幸天巩固 任何危险都不能伤害 致命遂至的道理 只有处在困境而不自困 处在绝地而不穷决的人才做得到 变化是神明的功德 不是人力所能做到 天靠神明而灵验 气靠神明而运行 树靠神明而通达 所以穷劲就发生变化 变化就会通达 这都是神明的功德 没有神明 穷劲也不会变化 变化也不会通达 更不知道结果如何的 哪能期望时钟之道呢 所以君子一定是利用基于事 以成皆神 莫自为而为天也 莫自自而自命也 不是人的力量而做成的 这是天意 不用人力去抹求就来到的 这是命数 虽然看不见有任何迹象 而中古就是一个样子 虽然看不见有任何的形体 而天下没有不顺从 所以一切归向神明就叫做道 困挂不会永远是困顿 穷劲也不会永远是穷劲 都是大道的作为 都是神明在主宰 所以主事的人 忠道而正直的既是神明 遵行天人的信守与约定 就可以安稳缓慢的解除困境 困挂第三层道理完成意 孔子说困以寡愿 意思是 处困境而能生死拉平 天心不动摇 就不会怨天尤人 宗主服佑帝君说 君子处困境的四种态度 第一 心中没有偏颇的成见 对事物就没有厉害的主观成见 第二 行动以静止 没有脱泥带水 走在修办路上 就没有危险与安全的分别 第三 君子处在坦途 不会失去戒慎恐惧 于是面临危险的地步 也没有惶恐害怕 第四 在宽大的众人场合 不忘记检点自己 于是面对陷阱 也自然是安详和乐 不因为外境而改变情感 不因为行动而改变志气 君子为什么能够做到 因为能数位而行 能霸持中和 一经的吉凶 是为一般人说话 一般人不能自我安身立命 只有听命以造化 不能自我畅通心智 就只能相信自己的想法 随顺的时机运气 这就是一般人 忧乐的心情 所以被外物与欲望奴役 被一切的变化现象所困陷 良心不能作主 实在没办法解除困境 一般人的德性不足 不能邀来福报 一般人的道工不足 不能避免灾祸 那么处在困境会更穷困 处在穷决的地步会更穷决 先不能离开外物的迁移变化 行动逃不开 时运气数的变化 就只有忧悲苦恼成人堕落而已 更哪来亨通的力量 可以解除困境呢 周文王制作《易经》 固然是靠超然的见地 自我解除困境 就特别指示我们 让我们明白 造成困境的因由 与身处困境 而能亨通的道理 处在困境能够亨通 就不会怨天尤人 所以叫做困宜寡愿